梦翔起飛399 挺你孤單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讓你第四季密短線 一大一大於二 不斷加短線一大一 累積坐立再翻費 前三四名來電的 享有關於源頭發入 梦翔起飛199 一年一年十分最大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新階段加入一點的LIN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來電大動規限 2511連續77 2511連續77 請加入你享有一檔 獲利檔肺股哦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 股市一頂0 看到新台北股市 是拉回跌破了十日線 中場跌150點 收在17137點 成交量能監視來到2737億元 那期間排斥怎麼解析呢 現在想問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許永成國際投顧 許伊林分析師 玉琳老師好 林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點0 第二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關 我剛要問您先請教 玉琳老師 親愛的好朋友們 今天指數形成了重挫 而且大跌了白點 你的操作思路是什麼 在上個禮拜四呢 1點0呢 在節目上面 事先公開告訴大家 大家要特別去留意到 資金流向的比重 尤其上週是電子資金的比重 來到了八成以上 我公開的在節目上面告訴大家 電子股資金比重有過熱的嫌疑 尤其上週漲多的IC設計的個股 低價的IC設計的個股 主力大戶是站在賣方的 所以我上週四 上週五我還特別提醒一下 我說金豪科 過了前高 來到百元之上 可以來去做一個分批獲利調節 而玉琳我在上個禮拜五的 東森盤中連線 我還特別提醒你 它叫做1點高盤空方量 1點高盤空方量 你可以去追嗎 當然不可以去追 如果你追的人1點0 打你的小手手 打你的小屁股 因為1點0的話 你都沒有把它聽進去 所以今天 像IC設計的個股 預創金豪科 果然如同1點的預期 來去做拉回來 但是也有很多的投資朋友問 1點0 今天指數雖然中錯了白點 但是PCB的量大人氣股的滑通 持續的上溝 而滑通這個位階 我可不可以追 好你的問題我都聽到了 所以針對於滑通的操作策略 我會告訴大家 以及在低位轉強的飛鴻 來到這個位置點 你該如何進行做操作 還有重電族群的亞利跟中心電 我如何掌握到右下角的 政策的股票 我們如何低階佈局 如何拉回來買進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 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I UAD 跟著我一起掌握到 盤面而言拉回來的效應 那當然我也特別說過 其實第四季 你要特別去留意到 集團作帳的效應 今天的集團作帳的效應 聯電集團裡面 由聯勇打了頭陣 而聯勇的一個拉伸 是要讓你賣 還是要讓你接 而華興集團當中 是誰擔任領頭羊 而羚羊集團裡面的羚羊 形成了一個震盪攻堅的向上 但是我要特別告訴大家 集團作帳的效應 這個集團 你要特別來去做留意 這個集團 它跟美法跟生計 也有一些關係 美無法的一個集團 拉回來要來去做留意 而美無法的集團 到底哪些的個股 是你第一階的關鍵 都在今天的 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而上週四 在電子股資金比重 來到了8成以上的Score 我在節目上面 事先公開告訴大家 IC高位的個股 要站在逢高獲利的賣方 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無論是預創 無論是金豪科都形成了拉回來 而PCB的個股 滑通電影震盪 墊高之後 誰是隱藏版的黑馬骨 都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與你來去做分享 我們如何去複製 最好賺的行情 我們如何有進有出 低進高出 大賺最好賺的價差 我們如何去複製 像是莫達 像是電影七字頭的一個 拉完了買點 而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今天指數重挫了150點 我認為接下來 你要開始 彎腰剪鑽石囉 如何彎腰 如何剪鑽石 都在今天的 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那重點是呢 你還沒有加入一點的 Light 8的好朋友們 來 今天先來做一個動作 因為1.0的Light 8 我除了會幫大家 掌握到個股的輪動之外 我還會告訴大家 行情的脈動 我今天就在我的盤前搶先報 在開盤之前我就說了 我說今天行情會怎麼樣 會震盪拉回 而且震盪拉回去測試 11月21號的多方缺口 而這個多方缺口 今天是被回補的 而回補過後 你一定要知道是 接下來的操作策略 那你要知道 1.0不是死多頭 1.0也不是死空頭 但是1.0總是能夠在 相對高位的時間點 來提醒你風險 來告訴你 先把最好段的利潤 放在口袋當中 就像上周四 當電子股資金比重 來到了8成以上 我特別提醒你 你的老師都在講的 IC設計個股 可以分批 創高 逢高 獲利調節 而今天的電子股資金比重 又來到了6成 甚至早盤9點半之前 還來到了59%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接下來 你要特別去留意到 如果電子股資金比重 連續三天 是連續三天 電子股資金比重 都低於6成 或者是來到6成 7成以下的話 非電的一個個股 它會形成輪動的效應 所以我才會個別告訴大家 就像上個禮拜四 禮拜五 像是金豪科 在破百之後 我特別告訴大家 急掌 你要先站在賣方 預創在56.5附近 它是一個1點高盤 空方量的賣點 重點是 在這個位置點 我有沒有在上周五 當你還在關注政治 還在關注藍白合不合 藍白破局的同時 我已經提醒你 預創的這個位置點 不應該買 是應該要逢高 站在賣方 而我是如何說 我是如何做 來 請你看VCR 短線的1點高盤 常常聽1點0所說 1點高盤就是 1點高盤又空方量 那當然就是要站在賣方 親愛的好朋友們 你看我的節目 你會發現到 1點0是一個很靈活的人 我常常會說 我不見得能夠 賣在最高點 買在最低點 但是我們的魚 只要吃最好賺的那一段 也就是魚肉的那一段 最肥美的那一段 而上面的魚頭 先留給別人賺 魚的身體 魚的尾巴 我們不見得能夠 啃得很乾淨 但是我們吃 最肥美的魚身的那一塊 而誰能夠做得到 我能夠做得到 所以我才會告訴大家 你可以發現到 預創在我上個禮拜 我講完之後 它是不是如同1點的預期 形成了1點高盤 1點高盤空方量 今天中錯了 將近快6% 除了預創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 很多人在問的 量大人氣的個股 今天又是政策股 來去做當道 上個禮拜五 是中店跟軍工 來去做一個發揚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的一個國防 好像沒有特別動 但是我要特別告訴大家 國防有一些股票 拉回來是機會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量大人氣股的操作節奏 我直接來告訴大家 其實華通的這一檔標的 你問我這個位置點 該不該無腦的追價 我認為不應該 因為短線的正關力真的太大 尤其每一次來到了前高 來到了71.4的這個位置點的話 我會提醒你 昨天上週來去做強短的人 今天是應該要去做高出的一方 而再低階的關鍵在哪裡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而中心店雅力 到底如何去觀察低階的訊號 因為這兩檔標的 我們的林家族家人 早就在他起掌之前 提前卡位跟提前佈局 而飛鴻的這一檔標的 今天我在一開盤沒多久 先做一個短線的價差 尤其今天急掌來到了65.9塊錢 我逢高先分批調節部分的持股 而在低階的關鍵在哪裡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如何解鎖這份名單 如何掌握到量大人氣股的操盤節奏 我會放在哪裡 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所以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今天喔 節目的內容非常的精彩 我除了會跟對於量大人氣的個股 還有一檔隱藏版的 隱藏版的黑馬股的DJ佈局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好朋友們 記得加入一點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好朋友們 來去做一個互動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飛鴻我每週四都會錄製一集叫做 實戰零距離 週四喔 禮拜天會有一集叫做產業1.0 我真的是一個很認真很用心的老師 我呢幫我們的林林家族家人 第一個掌握產業的脈動 第二個掌握實戰的輪動 當飛鴻11月23號 它出現了低量轉折的時候 我就在我的實戰零距離裡面 掌握到飛鴻五字頭的奇掌的好買點 那當然飛鴻這一段的時間當中 形成了震盪墊高 而震盪墊高之夠 你可以發現到它形成了大漲 它持續了攻高 在攻高之餘 今天來到了半年線附近 形成了一點高盤 一點高盤 我也先做分批獲利調節部分持股的動作 先把最好賺的利潤放在口袋裡面 而接下來飛鴻該如何低階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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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必要跟上1.0全新的盤中的訊息 除非鴻之外 雅力 雅力在上週大漲 而且亮燈攻上漲停板之後 今天又持續的往上飛天 你可以發現到這個叫做什麼 相信看見大賺漲停就是你的 我們的雅力一買就漲停 而且持續的來去做攻高 雖然今天大盤大跌了150點 我第一位買進的 我上週起漲佈局的雅力 仍舊是形成盤面的焦點 因為它的訂單能見度 直接超過3年以上 而且10月份的獲利跟營收 形成了雙成漲的創高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能夠幫我們的家人掌握到 起漲的雅力 起漲的中興店的重要關鍵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今天的高價個股聯發科 形成了震盪 形成了拉回來 而震盪拉回來之際 如果你是資金比較大的人 你要知道 什麼樣子的位置點 可以低階佈局 所以這一集的IC設計個股 我推薦給大家 一定要去看一看 所以還沒有訂閱按讚 分享一點的股市1.0 許玉玲YouTube頻道的好朋友們 我在10月初的時候 特別錄製了一集叫做 IC設計個股迎來曙光 我認為IC設計個股 在這一波急拉過後 主力逢高調節之後 接下來籌碼沉澱完畢 遇到前低遊手 它還是能夠形成 再度轉強的時間點 但是你要知道 什麼股票能夠起漲 什麼股票還能夠過高 這個就是你跟著1.0重要的價值 所以還沒有訂閱按讚分享1.0的這一集 IC設計迎來曙光的好朋友們 記得幫1.0訂閱按讚分享 因為現在1.0正在衝我的訂閱數 需要靠你 需要靠它 需要靠大家的一個幫忙 也謝謝大家對1.0的支持 1.0會更加努力更加用心 幫大家掌握到接下來的產業最新動向 除了IC設計個股之外 今天事情可以歪行政都拉回來 但是開始形成了一個底部型態的大力光 來到這個位置點 哪裡是你低階佈局的機會 我認為連發科 目前他正在修正正乖離 正乖離過大之後 哪一個位置點可以來去做低階 而飛電當中的如虹 不知不覺 形成了N字的突破 而做遊戲的形象 我認為拉回來是你佈局的焦點 所以針對於主力大戶高價個股 飛電的輪動的操作思路 尤其四星KY 它跌破了上週 我在Light 裡面跟大家講的 3050之後 接下來這個位置點 你一定一定要特別來去做關注 而星象國劇以及聯發科 接下來低階機會在哪裡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互動跟分享 那當然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電影投控 電影投控應該是說 它在利空測試當中 來去群導的好買點 就像它達到七字頭的時候 9月27號來到77.6 我相信你是1.0的鐵桿粉絲 你會很清楚的知道 1.0我不會事後放馬後炮 我都是事前說在前面 像電影投控當時扣來到77.6 9月27號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當時夠告訴大家 第一個這個位置點7字頭不殺D 這個位置點可以低階佈局 從這一天過後 電影就開始震盪電高 而且從7字頭來到8字頭 再從8字頭來到了9字頭 所以短線的電影上漲了將近三成的利潤 我也說遇到前高 我短線先做逢高獲利調節 我把最好賺的利潤先放在口袋當中 那至於定頭扣哪裡可以低階 請你跟上我盤中的指令 那當然跟著1.0你可以提前卡位 就像今天大盤大跌了150點 你是不是又開始擔心 你是不是又開始害怕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通常第四季都是集團作帳 做夢行情以及選舉行情的啟動 所以我覺得拉回來 不是要讓你悲觀的時候 拉回來是要讓你積極 而且用力的找尋好的股票 低機起的買點 所以我才會說 相信看見大段漲停就是你的 像是這一波的一個重店 亞利也好 中興店也好 我們都是買在起漲的關鍵 更重要的是 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1.0說過 挺你負擔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重點是要你第四季逆轉勝 而且上週五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真的非常多 前30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再加碼給大家萬元紅包裡 而且辦好手續的好朋友們 這一檔飛黃騰達 短線的上漲幅度 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今天行程的震盪壓回 就是你跟著我第一位卡記的部分 所以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就是要你第四季逆轉勝 廣告中的電話 請你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因為前三名來電了 還有萬元的紅包裡 即刻打電話進來 享有這一波一個起漲的關鍵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其實這幾天的行情 政治的意味非常的濃厚 尤其禮拜五的藍白破局之後 無論是執政黨也好 無論是國民黨也好 或者是民眾黨也好 都推出了候選人 但是1.0不是名嘴 1.0是要告訴大家 接下來哪些是政策的方向 所以我直接告訴大家 今天的拉回來 今天的蹲 是為了要醞釀接下來的跳 所以第四季先蹲再跳的主軸 沒有改變 而上週四我就告訴大家 當電子股的資金比重 來到了八成以上 短線漲多的IC設計個股 低價的IC個股 主力大戶是站在逢高獲利的賣方 所以我也是站在逢高獲利的一方 當目前的一個電子股資金比重 降到七成以下 來到62%的時購 你要特別去注意 有沒有三天的時間 電子股資金的比重還是在七成之下 它叫做傳經電的輪動 所以今天會特別從IC設計PCB 以及政策加持的重電跟生計 來幫大家找尋到佈局的焦點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連結 連結是聯電集團的個股 我上週五就有說了 正乖離過大的過程當中 43塊錢是不應該追 是應該要站在賣方 今天的連結形成的拉回來 除了連結之外 連家軍的個股連有 今天的正乖離過大 我認為也是要站在短線逢高的賣方 而新唐它是做高階的MCU的部分 買進的關鍵看哪裡 而林陽的這一檔標的 它是兼具的車幼 還有兼具的集團作帳的加持 而龍創的這一檔標的 泛鴻海集團的個股 今天又再度的轉強 屬於換手在攻 而續牆的訊號如何來去做觀察 而美胡法集團當中的安客 接下來要特別去留意 所以集團作帳的操作思路 我會放在哪裡 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給親愛的好朋友們 來去做一個操作的分享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就像上個禮拜四 我就在節目上面公開說了 上個禮拜四的節目 大家都可以去看回顧 你可以發現到 上個禮拜四的金豪科 來到百元之上的時候 我特別提醒你 103.5塊錢 短線極拉 現在在賣方 這個叫做操作的輪動 所以金豪科我講完之後 禮拜五拉回 今天持續的下跌 三天的時間 下跌了將近13%的一個幅度 所以我才會說 會買的是土地而已 但是會懂得在相對高位 來去做獲利拔檔 那是師傅 所以會買又會賣 又會低買又會高賣的是誰 那就是1.0本人我囉 那除了IC設計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 如果你手週還有IC設計的個股 例如銀广 例如瑞玉 例如聲達 以及偽權店 以量大人氣的個股 但是我要特別提醒一下 股本小的個股 你一定要注意到 主力大戶會站在急掌的賣方 就像金象光的這一檔標的 122.5 它今天形成了1.0高盤 1.0高盤空方量 就是應該要 先站在逢高獲利的一方 那當然在儲能生計的個股裡面 中心電亞利仍就是盤面的焦點 而如格低階都會放在Light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當中 而生計當中 今天劍橋雖然亮燈 但是它的籌碼其實是比較亂的 所以我們要以 像是業績當道的寶瑞跟美食 來當作是接下來生計的觀察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中心電 其實中心電亞利都好 他們都算是右下角的股票 而且真的是有接到政府的一個標案訂單 所以中心電在百元以下 我幫我們的家人在實戰零距離裡面 掌握到起掌的好買電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如果你想要掌握到重電的相關 以及掌握到PCB的輪動 你可以去關注一下 我的這一集 產業1.0當中的PCB支母的 電子支母的PCB 那如何幫大家挖掘好公司 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每週日的產業1.0 都會從產業的角度 幫大家掌群到個股的脈動 像是電影我在七字頭附近 拉回來找買電 而在短短的時間當中 電影從七字頭來到八字頭 再從八字頭來到九字頭 而且上漲了三層 我們先做逢高獲利調節 除了電影之外 滑通今天正乖離過大 我認為要先站在賣方 而滑通電影之後 還有這兩檔叫做隱藏版的黑馬庫 如何掌握如何取得 都在一點的Light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雙紅我沒有賣在最高點 但是我特別告訴大家 雙紅是我在節目裡面 講的最久的一檔標的 250以下 我都是帶我們的家人 馮丁來去做布局 來到300以上 我們來去做分批調節 短家長的操作思路 仍能夠讓你的一檔標的 一段賺完再賺一段 那茂達呢 我們是在創高的位置點 先做獲利賣出 什麼時候還要再接回 請你跟上1.0盤中的指令 而雅力我們買在起掌的關鍵 尤其買完之後亮燈 勾上掌停板 今天的雅力又再度的大掌 這個叫做什麼 掌握到起掌的轉折 相信看見大轉掌停就是你的 所以你跟著1.0 相信看見雅力中信店 就能夠掌握到起掌的關鍵 圓夢起飛399的計劃 挺你負擔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重點是要你第四季逆轉勝 而且前30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在享有萬元紅包裡 還有還有這一檔標的 飛黃成達今天震盪拉回 短線的上漲幅度 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跟著1.0在大跌的過程當中 提前卡位 提前佈局 更重要的是 圓夢起飛399的計劃 前30名來電的 在享有萬元紅包裡 趕緊打電話進來囉 好 那麼更多操車的建議 廣回來繼續在一起 玉琳老師幫大家做解析 歡迎回到我們 我是林林 再把時間交給玉琳老師 親愛的老朋友們 政策當道 尤其今天的美食 保齡附警形成的大漲 但是我想問的是 接下來政策加持的個股 人誰表現 所以我一定要特別告訴大家 其實台灣醫療科技展 在11月30號 由本週四到12月3號 在台北的南港展覽館 來去做一個展開 而美無法集團當中的 安克今天形成的一個大漲 而在中國淚流感的 升高的情況之下 而且疫情來去做升溫 這一波的一個生技 注意一下 一定要特別去留意到 籌碼的動向 所以美食我們在 押回來特別來去做低檔 來去做布局 而美食也好 寶瑞也好 該如何掌握到 接下來的操作節奏 而劍橋的這一檔標的 今天的量真的爆得很大 所以量大之後 如何來去做操作 而保齡附警的一個 低階關鍵在哪裡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 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而PCB支母當中的一個滑通 甚至電影投控 我幫大家掌握到 七字頭的好買點 而如今的電影投控 形成的震盪墊高 我們也開始做一個縫高 縫高分批調節 而雙紅如何短加長的操作應對 冒打在創高的位置點 來去做獲利調節 甚至雅力一買就亮燈 工上漲停 所以我才會說 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挺你負擔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要你第四季逆轉勝 重點是前三十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在享有萬元紅包裡 這一檔標的飛黃成檔 短線有上漲四三層五層的利潤 跟上1.0圓夢起飛的計畫 而且我會特別告訴大家 前三十名來電的 在享有萬元紅包裡 趕緊打電話進來囉 好 非常感謝來編分小廷 國安平有來本公司 一所推薦的分析區 各表加證券 我不當然就是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最後請共參考 究竟要對立判斷 顯現評估自負投資風險 給駿超勝利 我們再會 前三四名來電的 和享有萬元紅包裡 後來準備一回酒 一年以後 使命最差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新階段加入一點點的 來電口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過來電道的分析 2511.77 2511.77 加入給享有一檔 獲利長輩組喔